第九百九十二集 震惊 缅甸黄金事件一直都是石田阳平的一个心结 百思不得其解 而宇天爱回来以后一切都不记得了 好像是死里逃生一样 这次忽然牵扯出来这件事 石田阳平心里总有一种预感 莫小于和缅甸黄金事件肯定有关系 自己这次来伦敦和老史密斯谈的 也是黄金方面的合作 而莫小于又再次巧合地出现在伦敦 这让石田阳平不得不警惕 如果是这样 那可就要小心了 老师 您和史密斯谈得怎么样 他能同意我们的合作方案吗 宇天爱问道 还不能确定 但是可以推断 没有我们的加入 他甭想拿到一颗金子 那些都是大日本帝国的战士 用鲜血换来的 怎么能白白便宜了英国人 我们明天再去和他面谈 这件事 这次英国人去中国 目的是想要寻求商贸合作 现在中国人财大气粗 我们比不了 中国人肯定会买不少英国的东西 这其中有几样是敏感的交易 美国人知道了吗 石田阳平问道 啊 我已经通报给了情报部门 具体进展我还不清楚 这些吃饭不干事的东西 如果这笔交易完成 中国在精密机床的设计和建造方面 将是一个质的飞跃 而这些机床将来很可能会被用在制造航母上 我们和英国是岛国 对建船有天生的敏感 我想 这些交易很可能是中国和英国达成其他交易的先决条件 否则不会卖给中国那么多东西 他们在全球并购那些缺钱的老牌技术制造企业 采取这种方式获得专利技术 使得他们可以少奋斗几十年的时间 这是高明的交易啊 石天阳平说道 老师 您的意思是要阻止这笔交易吗 这恐怕不太现实 史密斯也是访华团的成员之一啊 宇天爱皱眉道 我知道 阻止是不可能的 英国的企业界也不会同意终止 我要的是通过史密斯的地位和影响力 尽量的拖延成交的速度 每延后一天 我们就赢得一天的时间 这是我们和他合作的条件 我相信他会尽力的 石天阳平无奈地说道 早晨 莫小鱼坐起来 已在床头抽了根烟 然后准备起床 去看看冬子墨恢复得怎么样了 有石天阳平在这里 他一分钟都不想多待 这老家伙不知道 又在琢磨什么招数对待自己呢 还是早点回去为好 看了看一脸疲惫 还在酣睡的小野百合 莫小鱼没有惊醒他 既然送上门来 莫小鱼也不会客气 莫小鱼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和杜曼雪的 那次双人对饮之后 他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 他这段时间都在想 难道女人也用那套酒器喝酒 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吗 出了门 到了医院 莫小鱼问守在床头的程伟安道 今儿恢复得怎么样啊 程伟安指了指门外 于是两个人到了门外的走廊上 莫小鱼递给程伟安一支烟 但是程伟安摆摆手说道 这里不能抽 刚刚就被一个洋护士给训了一顿了 莫小鱼也赶紧把烟收了起来 免得给中国人丢脸 这个回复的还可以 但是离出院啊 还早着呢 至少也得有一周的时间 稳定下来再说 我呢 向董事长汇报了这件事 他也是说啊 让我们先听医生的安排 程伟安无奈的说道 莫小鱼点点头 嗯 诶 程大哥 有个叫贺祥宇的人来过吗 没有啊 怎么了 这个人再来的时候 不要让他见到冬子墨 或者是给我打电话 我来的第一天 子墨说 这事有可能和那个人有关系 很有可能就是对方下的手 莫小鱼说道 程伟安大惊失色 问道 还有这么回事 子墨怎么没和我说呢 哎呀 和你说也没多大意思 我和你说啊 也是为了让你知道 让董事长在国内做一些工作 贺祥宇的父亲 是胡金省的首富 你可能知道 现在很多国内的人 有点钱就想到国外去 正常的渠道呢 可能又不太方便 就想通过一些跨国公司 把钱给转出来 子墨和那个贺祥宇 都在干这样的事 可能生意上起了冲突 谈不拢 下死手呗 莫小鱼说道 程伟安听到莫小鱼这些话 目瞪口呆 一方面是不信啊 另外一方面也是震惊 没想到自己老板的儿子 居然这么大胆 还敢参与洗钱了 程伟安看着屋里 颤声说道 不 这也不能够啊 这子墨他不缺钱啊 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莫小鱼笑笑说道 哎哟 这谁还嫌钱多呢 是不是啊 再说了 这一行确实来价快 百分之二三十的提成 这谁看不眼馋 跟抢劫差不多了 但是呢 比抢劫安全多了 程伟安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种事情一样 瞪大了眼睛 看着莫小鱼问道 你也参与了 没有 上次来伦敦的时候 子墨拉我入伙 要我出点钱 成立一家外资公司 做进出口贸易 来掩护洗钱 我还没来得及呢 他就出事了 莫小鱼说着 但是还没说完 兜里的手机响了 哦 对了 刚刚还有个女孩打电话 到了子墨的手机上 但是要的却是你的电话号码 我也没多想 就给了 程伟安说道 莫小鱼看着手机 不知道这个电话是谁打来的 喂 哪位啊 莫小鱼声音低沉地问道 莫先生 来了伦敦也不和我联系 这是跑我忘了吧 莫小鱼一愣 一个非常悦耳的女人的声音 但是莫小鱼就是想不起来 在哪儿听过这个声音 也是不好意思地追问了一句 对不起啊 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哎 果然是这样 对方叹了口气 很失望的样子 觉得是不乱用的事情 这个音乐